小小的空間裡擺滿蔬果和罐頭 工作人員幾乎忙不過來 但這裡不是普通的超市 而是慈善團體開設的救濟小庫 我覺得每週都會增長 我覺得會更加嚴重 特別是在冬季時 人們現在要靠著熱量 我認為人們會更加依靠 從新冠疫情到烏鵝戰爭 歐洲接續經歷通過膨脹 和能源短缺 像是近來英國通膨就創下 41年來新高 來到13.8% 不僅日常消費大傷荷包 房租也壓得民眾喘不過氣 全球經濟蕭條 什麼都在漲 想住在都市 只能找人一起合租 但價格便宜的房子普遍品質不一 還容易發生糾紛 反而在歐洲行之有年的共居宅 現在需求逆勢成長 小而美的簡約房間搭配設備齊全的公共空間 不論短租或常住民眾不需要花大錢就能享受高品質生活 工具宅最早出現在美國矽谷 提供來自各方的人才居住和創新發想的空間 現在則更強調社群網絡的概念 同時提供遠距工作的環境 吸引高階人才相繼入住 公民可以增進去某個月的平均化 以及分裂技能力 甚至能增進去 公務員可以增進去 公民可以增進去 公民可以增進去 公民的公司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人們 都越來越燒越年了 他們都去學校 現在 他們希望我的工作 是發生的 其他人 因為 他們的利益 貸借 大環境衝擊 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和工作形態 共居成為歐洲人新的居住選擇 不過這樣的房源並非隨處都有 加上都市高額的日常消費支出 博蜀民眾恐怕還是得找其他方法 來度過這場經濟生存戰 公視新聞梁彥彬儀